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题是蛮力快龙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好 我们在昨天有帮大家介绍第12季的 购对战联盟的资讯 那今天就要陆续带大家看一下 那招式改动之后的角色有哪些 那我们今天使用的角色就是非常人气的快龙 快龙在之前社群的投票中落选并没有获得到蛮力 但是这次12季直接给予之后 他当然的是能够反制刚系的宝可梦 那虽然刚开赛并没有大猩猛对战可以打 不过因为这次招式改动是提前一天的关系 所以我们趁着大猩猛还在的情况下 直接把快龙拿出来 到底蛮力的快龙在12季的对战中 能够发挥出怎样的实力吧 好 那今天是由Ivan来投稿 使用的是凤王双龙阵 跟丹尼之前攻顶的很相似 不过把雷龙杰克罗姆改成了快龙 快龙带的是龙爪以及蛮力的招式组合 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今天的对战 好 那首场的话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凤王的镜像对决 那凤王镜像对决有几个小技巧 就是不能先切脚 如果你切脚后孙的角色会被他的钢龙所压制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的凤王要尽量的去消磨对手 好 Ivan这边先选择了一个神圣之火出去 看能不能够先降到对手攻击 占到一点优势 好 神圣之火下去之后对手并没有挡招 那很可惜的对手攻击也没有下降 运气算是比较衰啊 好 那这边看起来是同时出招的 对手使用神圣之火加降 那两招其实在PVP是没有差别 而对手也没有降到我们攻击 目前还是一个平局的战况 然后Ivan这边急到游王猛攻之后直接出招了 对手还是吐了一个烧劲出来 游王猛攻下去之后对手是挡招了 不想让我们直接把他压下去 目前对方的气氧伞机应有招式可以使用 到目前的血量我们神圣之火就会下场啦 那Ivan这边保了自己的凤王 对方来使用游王猛攻 然后气氧上再来一个游王猛攻 好 这边取得到一点点小小的优势了 对方是来不及出招的 好 游王猛下去逼到对手开个第二盾 那剩下的血量刚刚好会被他的凤王给点下去啦 有点亏 但是目前我们还有一盾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地牢卡或者是快龙上来练弓 是OK的 然后这边Ivan选择是他的摆设地阿卢卡 好 游王猛攻 这边是挡招 OK 然后接下来稍微的把他农下去 对手并没有中途换脚 然后他的第二只角色是长翔 那应该就是凤昌帝了 最后一只八九不及时就是地牢卡 然后我们今天配置的快龙 其实在招式组合上来说 打长翔也并不是特别优势啦 我们多的蛮力是能够打钢 但是在队上妖精系还是弱势 然后Ivan这边让地牢卡吃一个招式之后换脚 换成了快龙 但是对方作为角色竟然是一配了他了 好 那这场比较可惜 并没有办法看到快龙的蛮力 直接打到地牢卡身上啦 那一配的塔尔的话 快龙是小占优势啦 因为我们这边小招的伤害量加上龙爪 即使有办法压制这个一配的塔尔 只靠大招出击的一个状况 好 一配的塔尔这边出招了 他使用二只波动 打快龙大概一半 好 这边我们可以四十的龙爪出来 让他二只波动还没好的情况下 直接把他塞下去 这也是快龙非常强力的地方 出招速度非常快速 好 快龙直接收掉一配的塔尔 最后就剩下一只苍翔 苍翔的血量上大概剩下十分之三左右 那他得一招收掉我们的快龙 但是Ivan的地牢物卡好像是气满的 所以可以直接铁头下去 那对方使用一个吸闹 没有让自己防御下降 然后我们出招的时候 对方的大声咆哮是会补到的 然后这边铁头下去 哇 苍翔剩一点点血 那他剩下血量刚刚好 隆喜把他吐掉了 这场其实算是对方苍翔的操作食物 因为快龙血量上剩一半以下 他还可以选择近身战 虽然减傷应该有帮他打掉 但是他挤到两格之后 第二下可以补到地牢物卡身上 那这样他就会获胜了 是比较可惜的部分 好 那我们就下一场 这场的话是看到快龙 快龙目前的版本已经有蛮力了 所以他应该就是龙爪加蛮力的组合 那这些快龙使用的是龙尾 龙尾比较凡人啦 因为如果你没有算准备 要多补一下的话会非常的痛 好 游武功下去 对手的快龙是挡招了 Ivan是切上了地牢物卡上来 地牢物卡打快龙 那原本的情况下 你可能要防范流星群 但是现在有蛮力 他就会来一个打带跑 非常的烦啊 能量上的消耗也比较短 然后接下来他换上了巨金怪上来 哦 后面又不会又是一个龙刚刚阵型 地牢物卡这边 舍命一级使用一个流星群下去 流星群打这个巨金怪 还是会让他重伤的 而对方这边没挡 目前状况的话 Ivan应该会直接把地牢物卡卖掉 但是对方的巨金怪 血量上并不算太多 凤王上来好像也练没有到很多 好 地震直接出来收 掉到地牢物卡 我现在凤王上来了 哇 很可惜 只有吐到一个烧劲 对方的快龙应该会上来 但是他的气量上应该不是那么够 目前我们后面还一只快龙 哦 对手上的作为角色是巨爪怪 哇 他是一个没有神兽的阵型啊 巨爪怪的话我们选择快龙上来 对方的巨爪怪持续的打下去 并没有换角 因为他这时候快龙上来的话 肯定会让我们直接用龙起把他点下去 他不想要看这个状况 然后中途还是让快龙上来的 他先用一个巨爪怪的江水炮 帮我们的快龙耗损一点血量 这样你可以看到双方血量差不多 最后巨爪怪可以面对到凤王 大概是这个操作吧 然后这边对手的快龙出招了 但是我们挡住他的龙爪之后 算准他准备再次出招的时间点 直接把龙爪K下去 因为我们刚刚在巨爪怪那边是练功练的比较多一点 好龙爪直接收掉对方的快龙 剩下一次巨爪怪 巨爪怪的1打2了 不然快龙这边如果没出招的话 凤王可能会用脸吃江水炮 这边可惜我们龙爪没有出去 对手巨爪怪先使用一个江水炮出来 江水炮出来之后 诶?好像有点痒啊 但你有稍微确认过 这并不是他没有转满 而是真的伤害量真的那么低 巨爪怪其实在大世界盟的体质还是稍微欠价 除非属性上有优势 不然整体上还是有点难用 然后他这边使用了连续两个江水炮才喷掉快龙 最后凤王一上来 多点一个烧劲之后 元王猛攻直接收掉巨爪怪了 这场传了巨爪怪的体质因素 不然他其实 在高杰猛的话 他的江水炮可以喷快龙大概半条 刚刚的状况会直接压下去 只是大世界盟还是比较讲求体质的优势 好我们就用下一场 这场看到萨路德是一个顺风 凤王遇到萨路德 火达草嘛 这时候直接换脚 而他的第二个角色竟然是凤王 那我们选择快龙 快龙并不像杰克隆那样可以完全压制凤王 因为毕竟本身并没有抗飞啊 杰克隆的电是可以抗飞的 但至少神圣之火打我们快龙是会减伤 所以这边可以先不要防一招 对手使用神圣之火运气非常好 攻击竟然下降了 目前快龙的伤害量削弱了很多啊 我们看一下龙爪到底打多少 龙爪下去 凤王觉得有点痒 这真的是非常低的伤害量啊 但没关系 一下不行我们来两下吧 毕竟快龙这边一定要把树狼给拉住 杰克隆德还是得交给凤王去处理 好对手凤王残血出大招 逼得艾文是得开盾了 比较可惜的是 我们今天并没有配置流星群 不然最后的血量应该可以打带跑一下 但是配蛮力也可以啦 他如果杰克隆德上来 我们有蛮力可以打他 二系嘛 好这边稍微忍一下 对手切奇出招 然后满力下去之后看一下 杰克隆德会喷多少血 目前的攻击力是下降的 哇 结果打不到一半啊 毕竟快龙本身是没有格斗系属修的关系啊 那一本放满力之后 第二下选择龙爪 算是残血出大招 对方杰克隆德还是不出招 难道想用藤鞭帮我们编下去吗 但是这有点困难啊 毕竟我们是飞行系啊 他最后杰克隆德还是得出一点能量 他从二支不动收掉了快龙 最后凤凰要上来了 目前双方平盾 目前还是优势啊 因为杰克隆德行上耗损太多了 那我们留点算是二打一的状况 好对手是角色 结果是昌响 那这样就结束了 因为凤凰压制昌响 没有问题 而且他昌响并不是配置近期 有改动招式的电光一闪 其实电光一闪他有一些特殊的打法 不过我们应该会在第十二级大神魔的时候来介绍 好那凤凰这边 遇到大声咆哮的昌响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既然一个凤凰弗子打到我们 我们还是有办法用烧尽把他点死 好对手昌响 在我们梅盾的情况下 使用的招式是疯狂福特出来 可以看到凤凰目前想象上喷得蛮多的 好那这边要收尾了 对方梅盾牛猛猛攻下去 收掉昌响 最后的杰伍德 得一打二 是不太可能的 其实沙奥德在第一支 比较常见的阵邪的话是 猴子双地流啦 但是我并没有看到他使用两支地面系的 好那这一场就拿下了 可以看到快龙在吃到神圣之火之后 攻击下降很多 其实凤凰的压制力还是算不错 好我们就下一场 这一场看到其他蒂娜 其他蒂娜的凤凰比较不想要打的 还有本选择的是这个帝奥卡上海 结果有可能是 飞鬼双钢流啊 因为他第二支上海是美露 所以一支 八九不离十会是龙头地鼠 先预测一下 那美露打雕卡 算是轻而易举啦 他这边满力先出来 其实美露打雕卡的话 地下通常是要阎崩 因为满力出来之后 你会让自己的防御下降 会比较尴尬一点 阎崩下去 刚好补一个满力 其实伤害量会差不多 好这时候 看起来艾伯斯有机会 直接把风向拉回来 如果硬要开盾的话 但是并没有这样操作 直接让叼卡下去 然后他这个美露的血量 我们大概就是一个 烧尽左右的气量而已 算是也没有赚到太多啦 好凤凰出来 但是准备要烧尽 把他点下去的时候 对手美露是出招了 还有我们这边并没有挡 反而吃一个盐崩 不过因为美露他本身的 攻击下降蛮多的 所以一个盐崩就算双克 打不到凤凰一半啦 然后接下来对手 还是让其他定下上来 这一场的重点可能会在快龙身上啊 好那这边凤凰准备要来打带跑了 平方网工直接下去 在对手出招之前 快速的让快龙上来 目前凤凰还有半血左右 如果他作为一只钢的话 留住凤凰确实是一件不错的状况 好那快龙这边是 开了个盾挡了奇异之风 作为一只并不是钢系 结果是苍翔 因为其他蒂娜在第一只的话 比较怕像是遇到钢龙啦 所以你后面两只通常都是能够压制钢龙的 不是钢系就是妖精系 这边就有点怀念了 没有配置暴风啊 那苍翔竟然使用疯狂伏特出来 让自己防御下降 而一般人是选择一个蛮力 打算让快龙快点下场 那这边蛮力下去之后 对手竟然是挡招了 这边挡招令人不解啊 其实蛮力的初级的话 其实也有策略性啊 就是能够让自己的角色快点下场 不要让队友练功练太多 但是比较尴尬的是 如果对方要的话 他可以硬把你用大神法要点下去 后面的凤王 面对到带着疯狂伏特苍翔 打起来还是有点危险 好 凤王上来了 面对到苍翔 苍翔这边 可能会来个疯狂伏特连续出击啊 而且目前对方还有一盾啊 这一场应该是大势已去的 没有办法 这一场真的拉不回来 凤王要打苍翔跟其他蒂娜 对方还有一盾 说实在非常困难 好 我们就下一场 这一场再次看到其他蒂娜 这一场是否能够扭转 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后面我们刚刚讲了 一定是妖精或钢嘛 真的没什么好意外的 那对手选择昌翔上来 昌翔其实要打 地牌5卡米尔到绝对优势 他只要吃到一个铁头 隆袭就有办法把他点下去 而且加上他枪上一满 就马上放近身战道 自己的防御下降 他这边就没有办法吃铁头了 一定得开盾 好 这边就有一盾的优势了 艾本目前是否会想要直接把树叶上给拉回来 还是没有 地牢卡终究是被卖掉了 其实凤王后面的地牢卡通常都是缓解战局用的 基本是不会开盾 那如果你开盾的话 可以让快友面对到其他蒂娜 其实也算是不错啦 那就要看艾本怎么想了 好 艾本这边的凤王 是吃到一个凤凰福特剩下半血 然后接下来打算用烧劲把他点下去 但是这个蒼翔还是非常烦人啦 触招速非常的快速 逼得艾本是开盾了 目前就是一个平盾的战局 而且凤王碰的半血左右 气氧上非常的满 那对手的奇拉蒂娜肯定会再次上来的 那这边奇拉蒂娜 哦 是奇拉蒂娜上来 没错 本来想说会不会中途用一个钢鞋来挡招之类的 那并没有这样操作 那对手留盾了 奇拉蒂娜伤他半血 快上来 结果作为只是土地云了 好 那我们这边我们要再扩充一下 因为第一只如果是迪阿武卡的话 后面一定有办法打迪阿武卡 土地云也是其中一只 所以不只钢系妖精系 那土地云也算在其中啊 那土地云在打快龙就还好 因为毕竟快龙本身 虽然是怕岩石系的坚持攻击 但是他没有属修 加上目前的这个土地云血氧上有一点少啊 看起来他顶多只用一个蛮力啊 所以这边不出招 压迫也OK 把气氧上留给后面的奇拉蒂娜 所以蛮力出来打飞行的快龙是减伤的 我们血氧还有一半以上 然后奇拉蒂娜上来了 开本是使用一个龙爪 稍微的逼你的盾 然后等一下凤王再放一个烧精 就可以放妖猛攻 就算这边被他暗球请下去也没关系 但是很可惜了 对方的奇拉蒂娜想要多练一点 我们龙爪再次出去直接收掉他 这样快龙直接一打二了 没有看到满力直接开到刚系身上是比较可惜的 但是其实快龙的龙爪配合龙血出招速度 非常快速啊 如果你跟他磨了再久一点你会被他直接打到爆炸 好我们就下一场 这一场再看到凤王的镜像对决 那凤王镜像对决的话 老话一句不要先切脚 先切脚一定会输 那不先切脚的话 就是要看谁地下的神圣之火有先办法 降到对手的攻击力 当然你也可以选拥猛攻直接下去啊 不过对手如果开盾挡到的话 你会变很尴尬 所以基本 凤王的镜像对决就是在拼运气啊 谁能神圣之火能够降对方攻击力 而且最后一下猛猛攻打到对手 好目前双方的攻击都没有下降 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下 是直接猛猛攻出去了 猛猛攻下去之后 对方一定是会挡招的 然后中途是当地牢卡上来了 避免封王被醒下去 那目前对手的气氧上已经有集到神圣之火 逼的艾本得开个盾 目前就是双方平盾的战局 好接下来可以看到地牢乌卡的镜像对决 但是我们稍微的浓一下之后 可以在气氧上的优势的情况下去对付对方 然后艾本这边很真诚的使用了一个流星群 能否打到对手呢 打到这场就结束了 结果对手没挡 好结束了 好结果对手最后一支不是猛响就是杰克罗姆 大概可以预测一下 那他剩下两个角色要打我们三只 着实困难 而且盾他也没有优势 冬王再次上来 面对到地牢卡 残血出大招 这边要直接把地牢卡卖掉了 快龙可能会上来练功 哦他选择打带跑勇猛攻 直接要把凤王给卖掉 那做一支到底会是谁呢 艾本选择快龙上来 做一支是 诶没有看到做一支 诶是杰克罗姆 但是艾本是中途换上了 凤王上来打杰克罗姆 不过好险 刚刚好残血出大招 如果这边没有出到招式的话 这场可能就会输掉了 因为其实杰克罗姆跟快龙互打的话 快龙占优啊 因为龙爪出招输会比较快 但是如果凤王刚那边 直接被练功到极致的话 没有逼到盾 那这个快龙会有点傻眼啊 那有逼到盾的情况下就没有悬念了 龙爪出去 杰克罗姆并没有下场 但是他也没办法连续出两招了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对方结婚的出招 红黄福特出来 不可能再补一个逆领 就算再补一个蜂黄福特 我们这边血量上应该有办法扛得住啊 好那就拿下了这一场 好我们准备进入下一场 好这场又看到萨路德 哦 这边是土地上来 应该就是萨路德 配上双帝的阵型啊 后面有可能会是龙头地鼠 然后一本是选择了快龙上来 因为快龙打啊 土地云会比较轻松一点啊 至少他不会选择短能量的蛮力连发 让你有点麻烦 而且就算吃到监视攻击 其实也是抗得住的 对方的泥巴射击当我们杀害量极低啊 所以选择快龙是OK的 土地云一定会直接下去 好阿里本人这边 看起来要收拾掉对方土地云了 目前是一顿的劣势 监视攻击出来 可以看到快龙是坦住了 血量上还维持着住 剩下血量被他的泥巴射击点掉是不太容易的 好那对手换上萨乌德上来 这边稍微再忍住一下 跟对方准备切齐出招 蛮力出来 蛮力下去之后对方的萨乌德是没有挡 这场比较可惜 如果你配流星群这个萨乌德就直接下场了 而且其实快龙刚刚可以直接换凤王上来 他最后一只八九不离十就是龙头地鼠 那你的快龙其实可以留着蛮力去打那一只龙头地鼠 会更加稳定一些 毕竟你现在目前是剩下一盾的情况下 打龙头地鼠也是比较辛苦 好少得一个出招 可以看到最后一只 果然是龙头地鼠上来 那凤王只剩下一盾 吃到一个炎蜂就得下场了 会不会地牢卡直接被龙头地鼠给撵过去呢 对这炎蜂我们挡住了 神圣之火要下去了 哇刚刚的快龙如果不出招的话 肯定这边有办法逼到对手盾 快龙还是有办法用满力去卡死这个龙头地鼠 没问题 现在比较尴尬的就是 哦这边切脚有切到啊 哇如果没切到的话 那个凤王吃到炎蜂下场 地牢卡上来面对到龙头地鼠 整体就是尴尬 但目前的状况就还好了 对方得用一个直冲钻才有办法收掉我们 等一下凤王上来 应该有办法用烧劲点掉他 那就还有机会 阿里面这个切脚非常的关键 对方并没有算准我们要切脚的时间点 而且他直冲钻下来之后 并没有直接中伤我们的地牢卡 我们想要再维持一点点 哇一个切脚救了世界啊 然后地鼠残血 挡了招式但是扛不住龙袭下场了 最后剩下萨乌德 被地牢卡直接给碾下去了 一只他是猴子双地流的情况下 其实后面有很多操作的空间 但是没有留下快龙的蛮力 然后打那个萨乌德 是有点小亏的 好的就会想想这场看到地牢卡是顺风 后面看到地牢卡硬打 我们这边一定会获胜 毕竟我们这边能够赌一个运气 看神圣之火能否降到对手攻击力 好神圣之火出去的时候 对手算准时间换脚在奇拉蒂娜上来 一个龙抗火啊 但是他如果攻击下降 我们就优势更大 哦运气不错 这场攻击是有下降的 选择了快龙上来 因为他第一只是地牢卡嘛 当然不会想用快龙去打地牢卡 你这边把快龙给消耗掉是OK的 而且我们这边能够拿奇拉蒂娜练功 等下蛮力可以地牢卡 对方是一个龙之波洞啊 龙之波洞出来快龙竟然没下去啊 只能说龙之波洞的基础伤害量还是有点弱啊 扛着住的情况下 我们这边向上也不错 可以逼迫对方地牢卡的盾 哇结果地牢卡是先出招了 非常可惜 那没关系 这边我们看起来是连续两个蛮力 这边先挡招 而且对方不知道我们有没有配流星群 所以这边下去的话 势必还是有机会逼到他盾 好蛮力出去 对手是开盾了 那就连续两个蛮力 结合可惜 这边蛮力并没有按到啊 差一点点 差有办法放第二个蛮力的气量啊 然后被对方点下去 导致他的地牢卡还在场上 Ivan这时候选择地牢卡上来 想要开一个盾 直接把对手的地牢卡给撵过去 然后要来个二打一的状况 结果对手做一只角色 竟然是帕鲁奇拉 帕鲁奇拉一上来 Ivan竟然选择了打带跑的流星群啊 要交给凤王去处理帕鲁奇拉了吗 好果然对手是挡招了 蜂王这时候上来 但是气氧上不太够 使用勇猛弓弓对手是先水流位出来 那凤王又变成肥料了 哇结果变成对方二打一了 哇但是对手的水龙抛弃啊 竟然 水流位没有收掉凤王 我们的勇猛弓救了世界啊 这一把直接打掉了 抛弃啊 最后对方的地牢卡 差一点点血量 也没有办法放招式 我们的地牢卡上来 直接把他撵过就好了 好游进无险啦 凤王差一点点被收掉 那一个收掉之后 我们的地牢卡上来 会被对方的抛弃啊 直接撵过去啊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对手非常可惜啊 好了我们进入下一场 好那这场看到盖欧卡 算是一个逆风 不过那你认为 凤王第一只看到盖欧卡 算是顺风 因为他后面的角色 其实我们轮替之后 是会获胜的 那他第二只角色是西式海人 有可能他最后一只是伯克吉斯啦 因为有一阵子有人在推这种阵型 就是三只都点点点的 那西式海人在打地牢卡 算是还好啦 毕竟我们这边还是有铁头可以使用 虽然打西式海人便没有属性上的加成 但是连续几下还是有办法的 西式海人出招速度算是比较慢的 好铁头再次出去 逼迫对手开盾了 他这边你很想要抢取顺位 那艾文这边留下了西式海人的血量 直接演戏了 然后接下来凤凰上来 挡住对方一个招式 就可以拿少尽这把点掉 然后用勇猛弓去逼迫那一只盖欧卡 所以整体上来说反而变一个小顺 因为他的墙上被耗损之后 我们这边就有一点优势了 他如果开盾 我们就有盾的优势 那对手上来的是盖欧卡上来 那这边可以看到 勇猛弓可以带一点优势出来 好对手没挡 留住他一盾 结果他最后的角色 竟然是盖欧卡 并不是波克吉斯 那盖欧卡就还好 如果是波克吉斯的话 你这边打起来相对比较辛苦 因快龙还是有办法去消磨一下对方盖欧卡 我们终于看到蛮力K到刚系了 盖欧卡是直接中伤了 他想要上升一点点 他并没有开盾 那这边快龙是开了盾挡住招式了 有点血量想要打那只盖欧卡 但是想要上并没有到太多 对方的盖欧卡出来 哇这边很尴尬 如果他的盘铺把我们点掉 等一下用冲浪打到凤王身上 我们就输掉了 而在用挡招了 结果他冲浪真的把我们点掉了 凤王是否能够扛住一个冲浪呢 烧劲目前看起来要再多点一下才有办法放游凌猛攻 哇扛住了 那接下来的话 出招 哇很可惜这边没有办法 虽然两个攀铺是6T的时间 烧劲是5T 不过因为出招的瞬间其实会算1T啦 所以整体凤王是有点小可惜的一场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最后一场 这一场的话看到奇拉蒂娜 好我们先预测啦 后面双缸啦 大概看到奇拉蒂娜就会有这种心理准备啦 反正一定是第一只要解决迪雅卡使用的角色在后面 那这次艾伦并没有换脚 反正选择让凤王狙打下去 打算一人吃一下 暗影球出来大概一半左右还好 好用魔攻这时候下去了 放完之后对方的其他蒂娜也是半血左右 迪雅卡应该会上来缓冲一下 基本的打法 迪雅卡这时候上来对方也换脚 结果他后面竟然是迪雅卡上来 来一个镜像对决 那这边如果我们硬开盾是有办法取回顺位的 好这边迪雅卡使用一个铁头出去 对方挡招了 目前有一顿的优势 不过我目前的血量上剩下一半左右 要打迪雅卡算是比较吃紧了 这时候迪雅卡也是挡招 好这边打算要硬拼了 然后把迪雅卡压到最低 结果没有按到招式啊 哇这个是失误啊 这边应该要把他铁头按出去的 不然你刚刚那一顿就是白开了 反而如果让凤凰上来练功 至少可以有办法放到一个招式的气量啊 这边15有点尴尬 但是对方的迪雅卡已经没有气了 绝对凤凰这时候上来 稍微练一下 结果对方再次让其他蒂娜上来了 那中途Ivan看起来想要让快龙上来 但是没有按到 哇这一场有点尴尬啊 目前已经没盾了 对方是用七只风来骗盾 然后快龙这时候上来 结果对手作为角色是波克吉斯啊 那这一场应该是要结束啦 这个 嗯 操作上来说 有许多失误的地方 那对手作为角色也压制到我们 结果没有办法拿下了 那么来做一下总结吧 我们今天看到了快龙带着满力上阵了 虽然并没有打到龙手地鼠或者是梅维塔 但是我们在打吊卡跟沙鲁德的时候 满力的伤害量也是有发挥出来 不过说实在的 如果你没有在属性压制的情况下 流星群在最后一波直接打中对手 可能还是比较好用一些 如果快龙在配置满力之后 其实也是没有办法打妖精的 毕竟你会带龙爪加满力的组合 那会让快龙整体上来说很难发挥 所以在队伍的使用上来说 你还是要处理妖精剂这一部分 是快龙改版之后 玩家在配阵上的一个想法 要稍微改变一下 那最后的话 我们要再次感谢Ivan 提供精彩的对战影片 给玩家们当作参考咯 我们下部影片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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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